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王如旋 今天又被民进党踢爆 过去20年间经手的军宅交易 可能将近20户 而面对质疑 搭档朱一伦只强调 王如旋会把事情讲清楚 不过绿营立委炮火是依旧猛烈 还与带讽刺的说 王如旋买卖的清单 尝到连记者室的墙壁都快贴不下 记者会海报长到连墙壁都快贴不下 王如旋名下财产一报接一报 原先说好的5户 现在又被民进党棋底发现 从民国84年至今 王如旋经手过的军宅交易 可能将近20户 绿营立委质疑就算王如旋先前 还不是公职身份 没有军宅背景 却拥有军宅买卖记录 正当性仍备受考验 面对自己大党的副手 被对手挤牙膏式爆料 朱立伦只能重复这句话 我想王主委一定会将这些事情 跟大家说清楚 很明白的说清楚 当然他也会捍卫 他自己的权益跟清白 因为国军眷称改建是 国防部的业务 都是国防部的事务 所以本会并不清楚 相关部会没人挺身帮 执政党参选人辩护 就怕风头上自身难保 一路被追打 王如璇终于出战 能不能以战指战 情势不太乐观 欲点地部网络是凯 武长安跑完新台北报导